两个大人嘛 对不对 谢谢 健保药局据点多实名制口罩在这里可以买 未来连预约接种疫苗也可以 6月底有200万剂要抵台 国家疫苗队正次要帮手 6月底应该会有4000多家的健保药局 加入这一次就是协助民众 预约接种的这个部分 透过基层的一个平行合作 可以减少民众一直跑医院的一个机会 也可以扩大这个接种率 那让整个资源的分配跟利用 得到一个合理也好妥善的一个处置 疫情稍不停打疫苗救命 现在要活力全开平速度 因疫苗扩大施打 预作准备由药局协助美和临近诊所接种疫苗 那我们会启动一个全面的接种作业 就是希望每周完成至少100万剂的一个做法 长凤政委他目前也正在帮我们规划 做所谓的疫苗预约的平台 那这个部分就是透过目前利用手机 电脑还有去四大超商跟药局 做口罩进行预约购买的这个一个类似的架构 政委唐凤在出售公费疫苗接种预约平台最快6月中就能上线 指挥中心也进一步表示目前计划利用现有医疗院所 包含300家医院每天接种300人次来计算 每周可以达到54万人 卫生所部点200家每周也可以达到10万人次 诊所的部分6月起预计有800家 8月目标2000家都会加入接种疫苗行列 以每天50人次来看的话 每周也有60万次的接种量能 至于千人以上的企业或是军营 则能媒合接种外展服务 积极布局疫苗接种计划 而双北喊话应该将长照机构 以及年长者接种顺位往前挪 指挥中心也给了回应 强调一线抗疫防护网 务必要先打好打满 后续公费接种对象人胆研议 至于生活何时能回到正轨 全看疫苗何时难到位 欢迎新闻张家宝 黄佩涵台北报导